我是男的 借助国外先进技术 历经怀胎十月艰辛 诞下孩子 然而 就在我坐月子时 妻子纵容她的小男友 肆意嘲笑并公开我的分娩视频 面对我歇斯底里的崩溃 妻子眼中竟是嫌恶与厌烦 那生过孩子的肚子 简直令人作呕 我就连碰一下她 都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脏了 心灰意冷之下 我离婚带着孩子逃离她 可她却像疯了似的 磕头向我认错 刚产完孩子的我有些虚弱 处于月子期间 其实我仍需要好好休息 然而 一想到今天 是我和妻子柳如燕的周年纪念日 我还是忍着腰腹处 不断传来的撕裂阵筒 亲手烹饪了一桌子柳如燕爱吃的菜 当我刚把蜡烛摆好 用火机点上时 我的手机里 适时传来了柳如燕发来的信息 只有简短的几个字 什么也没提及 她说 我要出差 就这么寥寥几字 轻而易举地扼杀了我的欢呼雀跃 我粗喘着呼吸 勉强压下头于目眩 引起的窒息感 用力地握紧一背 接着就听到房间里 传来女儿的啼哭声 还没得我把女儿哄好 一个匿名发来的视频 刺痛着我的眼睛 同时 映入我眼帘的 还有那句 充满了挑衅意味的话语 刘总不是你这种 怀过孩子的男人 可以肖想的 别再缠着他了 这幅口吻一听就是柳如烟的男助理 顾北辰 视频里 柳如烟和他相拥在最高楼的 无边游泳池 他们的头顶还绽放着浪漫的烟火 而烟火也是特制的 里面的内容清晰可见的写着 Sight Love GBC 这摆明了是柳如烟在向顾北辰 表达自己的爱意 而荧幕里的柳如烟 更是主动到不像话 丝毫不像和我在一起识那般冷淡 他穿着性感暴露的比基尼 白皙的长腿像八爪鱼似的 勾上男人剑术的腰服 嘴巴里更是说着那些情人间的调戏呢喃 别害羞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而顾北辰 则是欲擒故纵式的垂谋 他看似后退 实则装模作样的往前贴近 姐姐 那姐夫怎么办 柳如烟微微皱眉 脸上闪过一抹厌恶的神色 这么开心的时刻 你就别提他了 影响我的心情 他就一吃干饭的 还能干什么 在家带孩子呗 顾北辰还想躲 却被柳如烟的指腹一下给擒住了泳裤 偌大的游泳池 只有他们两人水波在激烈地翻滚 是个傻子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而这一瞬 我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崩溃和绝望 自从我产下孩子之后 柳如烟就以我的身体尚在恢复时期 选择跟我分房睡 有一次实在憋着难受 我想哀求他帮忙解决 他却用冷冰冰的眼眸撇了我一眼后 用一大盆冰水泼湿我的裤子 你用那尿尿的玩意对着我干什么 你也不嫌恶心丢人嘛 我只不过无法控制生理反应 却被他用刺耳的话语侮辱了一番 我顿时感觉有些难堪 也没再提起过这事 之后 我就积极进行身材管理 可期间 顾北辰老是发一些骚扰出格的话语刺激我 因为相信柳如烟 我拿着短信直接质问他 他却以我换上孩子后 情绪不稳定为由 骂了我一顿 最后 他更是理直气壮地解释道 我这么有魅力的女人 是个男人都会对我有X幻想 你不也拿那恶心玩意对着我吗 陆琛 我不能控制别人对我的想法 但是你这么不信任我 是想毁掉我们不易得来的家吗 而这一刻 我再也没办法相信柳如烟的说辞 所以 我决定前往他们欢快的地方 也好让自己彻底死心 二 到达顶楼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受邀人员 而不能进入里面 保安告诉我 这是刘总为了他的男友办的包场 没有刘总和他男友的邀请 一律不能入内 如果你非要进的话 那我需要请示他们其中二人 顿时 我感觉可笑至极 我还有什么亲眼对质的必要吗 柳如烟都在外人面前 当我这个老公死了一样 我正想离去 不想自找没去 忽然 保安将我放行了 这时 我才发现 里面正在开泳池派对 而柳如烟和顾北辰 正在人群的中央 他们的身边围起来了一群男男女女 似乎在聊什么去世 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意 喧闹声在我的耳边萦绕 唯有我一个穿着长衣长裤的男人 与身边格格不入 当我挤入人群 听到顾北辰说的话时 我的大脑有好几瞬是空白的 里面放大传出的声响 正是我在分娩孩子时的惨叫声 而柳如烟则是一脸嫌雾地盯着荧幕 有些作呕地捂住喉咙 看到顾北辰在嬉笑 他只是紧了紧眸子 淡淡地说了句 好了 别看了 我以为他是因为顾北辰这举动而感到不适 而下一秒 我的脑子像被人狠狠凿开几个大洞 血流不止 则 恶心死了 生个孩子又是屎又是尿的 北辰 你也不怕影响胃口啊 顾北辰摇了摇头 对上人群夹缝里摇摇欲坠的我 他的眸子微闪 却禁止把视频连到了一旁的大萤幕上 柳如烟伸手想去阻挠 却被顾北辰攥紧了指腹 如烟姐 看完了这个 你和你老公 还能同房吗 话说 是我厉害一点 还是你老公厉害啊 我看他挺能生的 伴随着我嘶吼着的尖叫声 柳如烟捏着手机 一下就把声音给关了 同房 我就连碰一下他 都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脏了 那生过孩子的肚子 简直令人作呕 他的眼中是难以言喻的嫌恶和厌烦 仿佛在说一堆充满污秽的垃圾似的 我浑身控制不住的颤抖 用力地撞开了人群 我抓起那桌面还在播放着视频的手机 眼眶里的温热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 愤怒和悲戏如狂风骤雨席卷我的大脑 咆哮的怒火是说不出的委屈和崩溃 柳如烟 这就是你的真心话 我握紧了冷硬的手机 用了十足的狠径砸了出去 顿时 四分五裂的不只是手机 更是我那颗为他浮出了所有的心脏 柳如烟看到我的一瞬 他的眼睛出现了几秒的慌乱 很快 他还是淡定地坐着 还是用那不耐烦的眼眸盯着我 瞧你这副泼妇一样的劲儿 都不知道跟谁学的 你不在家带孩子 你出来丢人现眼干什么 不提孩子倒好 一起提孩子 我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旺盛 柳如烟 当初是我心疼你 才答应你到国外产子 你知道我经历了多少痛苦 才把孩子生下来的 为什么你能说出 如此冷漠绝情的话 现在 你不仅背叛我们的婚姻 还让一个小三 当众拿着我最脆弱的视频 来羞辱我 产子视频本是医院 留给新生父母的一份记录 而柳如烟当初就因为害怕 所以没打开看过 而现在 因为顾北辰的原因 我如此痛苦的视频 竟被拿出来当笑话 工人取乐和讨论 这样的情况 是问我怎么能接受 在来的路上 我也试图说服安慰自己 婚姻是共同经营的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才让他出轨了 为了这个家 如果他能认错 和我好好过的话 我要不就尝试原谅吧 可现在 我只觉得自己是个 愚不可及的傻子 顾北辰在接触到 我凶神恶煞的眼神时 他的身形骤然一抖 然后 他装出害怕似的 躲进柳如烟的怀里 楚楚可怜 求安慰 如烟姐 我不是故意让你老公难堪的 对不起 我跟姐夫你道歉哈 我气不打一处来 咆哮道 谁他妈是你的姐夫 你一个小三 也不嫌丢人 他不仅没有一点诚意 而且还充满了得意之色 我很清楚 他是摆明了 想要挑拨离间 我和柳如烟 可我已经不在乎了 三 从柳如烟能拿出 这段隐秘的视频 被顾北辰公之于众的 那一秒开始 我的脸面 我的自尊 乃至我对他全部的爱意 都被他踩在脚下 统统烧毁 然而 面对我失控的情绪 柳如烟 还是那副淡定神仙的模样 他不过是歪了下身子 语气是那么的无所谓 陆琛 你怀孕了不起啊 又不是我逼你怀的 不过是一个视频而已 大家图个新鲜 就拿来看看呗 你究竟在闹什么 我平时在外面 已经很累了 你懂点事吧 我讥讽一笑 好啊 那我也拿你和顾北辰 随地发情的视频 给你的亲朋好友看看吧 说着 气愤到浑身在抽搐的身体 拿出手机 就要把刚才顾北辰 发的视频发出去 这时 柳如烟很快站起了身来 身后有人摁住我的四肢 他迅速把握紧的手机 从我指幅抽出 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成熟 有魅力的女人 做出的行为而已 要不是你怀着孩子 满足不了我 我也不用找北辰帮我 说到底 还是你身体不中用 而且 被屎尿灌过的肚子 好恶心 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情绪 一字一句地撕扯开 我仅存的一点自尊心 手机被他扔到池子里 我感觉到一阵虚弱的无力 下腹处传来阵阵脚痛 我睁大双眼 愤怒地瞪着他 柳如烟 你真无耻 你就是个贱货 你不忠我 背叛我们的婚姻家庭 你才最恶心 曾经我被他多次 以嫌恶冷淡的谋色给吓退 导致我一度认为 自己怀孕后低人一等 可我记得 一开始的我们 都在期待着 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而且 他还许诺过 不会背叛我 可他如今 把自己的承诺都背弃了 这样的女人 不值得我深爱她 既然她能做出 如此绝情的事情 那我也不要她了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说出时 我的喉尖溢满了酸色 虽然我一遍遍地 告诉自己不爱了 可我们曾经相爱的岁月 也不是虚假的 我明白 他已经变了心 因为我这副身体 亦或者是 外面那新鲜的花花世界 我与暗自窃喜的 顾北辰对视 哼笑出声 顾北辰 你如愿以偿了 做那么多 不就是为了让我离婚吗 我成全你们这对 肩肤赢腹 我用力撞开 身上残留的力道 无视身边人的 嘲讽笑声 柳如烟狠狠地 给了我一巴掌 就为了这么点小事 你要和我离婚 陆辰 闹脾气也要有点限度 离了我 就你这样的男人 谁还会要你啊 脸上有火辣辣的疼意 再度将我的理智烧毁 我恰好柳如烟的手腕 用力捏紧 你管这叫小事 柳如烟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而这时 顾北辰站起身来 趁我不注意踹了我一脚 你怎么可以这样 跟如烟姐说话呢 没大没小 一点规矩都没有 她一个小三 也好意思这样说 这让我满腔的怒火 熊熊燃烧 眼看着我的大半个身子 被池子里的水淹没 我记忆深处的噩梦 钻了出来 我靠着生疏又笨拙的游泽姿 勉强撑住传来阵痛的身形 试图往岸边游去 四 而那边的柳如烟 早已反身做回顾北辰的身边 她冷眼看我在水里扑腾 仿佛忘记了 我是个不输水性的汉鸭子 陆琛 你别给脸不要脸 这样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我们还有个孩子呢 别随随便便说离婚这种事 她教训得头头是道 可这话她一个出轨者也配说 我一不小心就喝了几口池水 而腿部的肌肉也猛地抽了几下 见状柳如烟却还是平静地紧了紧毛子 冷声吩咐道 你又在装什么 还不快上来 你是丢人现眼还没丢够吗 你以为欲擒故纵有用吗 只差几步之遥 我便能脱离这让我恐惧的池子 而沉重的力道 却在不停地拽着我 一直往下坠落 这时 我才发现 水底下有几只魔爪早已潜伏在我的脚边 趁着隐匿的角度和浑浊角洞的池水 他们狠狠地潜住我乱灯的双腿 而柳如烟却没能感觉到我的危险 脸上骤然冰冷如霜 他的语气有说不出的厌烦 也夹杂着不容忽视的不渝 陆琛 赶紧给我滚上来 这么多人看着呢 这样吧 你给我和北辰磕个头道个歉 这时就算了 光顾着挣扎 我已无力回复柳如烟的问题 可越挣扎 越感觉到阻力在加深 我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在水底下疯狂往我抽筋的腿肉使劲攻击 救命 救命啊 我张嘴靠着微弱的气息在求助 可很快 我的身体被数不清的醋臂拉着沉入了池子里 就连我的鼻息也被无数道水波挤压胸腔里的呼吸 我努力往上游去 却怎么也无法挣脱那些想要摧毁我的力道 一瞬间 无助和恐惧的情绪在我的心间疯狂蔓延开来 侵占我的全身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怎么也看不清头顶的景象 死亡 悄然降临在我的身上 救命 谁来救救我 就在这时 有人仿佛听到了我的求助 陆琛 陆琛 你怎么了 而我仔细去听的时候 发现是柳如烟的声音 接着 那抹岸上的影子越来越近 快要压了过来 那一刻 我才清晰听到了他更加残酷无情的话语 陆琛 你要装死 你也别死在这里 你以为装死 可以逃避你毁掉我们派对的责任吗 你就躲吧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 死了我也不会给你捞尸的 我以为他对我是厌烦了 是不爱了 但也不至于见死不救 而他这番话 彻底让我心寒 呜 我的眼皮越来越沉重 周遭的一切仿佛与我无关 我像被囚禁在另一个抑郁空间 我想 就这么死去吧 就像我孩童时 也差点死于溺水 可我一想到我那刚出生的女儿 忽然 我就不想死了 她还在等着我呢 许事求生欲望强烈 迫使我从黑暗中清醒 我猛地睁开双眼 却发现人已经在岸上 看到我逐渐流行过来 柳如烟已经扭头冲到一边 疯狂吐了起来 一边吐 她还一边用大量水冲刷着自己的唇枪 就好像我是什么会毒死人的细菌 看样子 是她救了我 可我 却不会对她有半点感激 见此 我也不再废话 在咳嗽出了几口池水后 湿漉漉地起身往外走 被水晶掏了的手机不要了 不爱我的人也不带走了 我看都没看柳如烟 要往外走 柳如烟却挡在我的身前 暴躁如雷地开始跳脚 陆琛 我救了你 你就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你可真是个白眼狼啊 竟然敢甩我脸 你真该死 我鄙气地露出一个冷笑 啪啪两下给了她几个耳光 你错了 这才是给脸色你看 我们离婚吧 我会签好离婚协议书的 说完 我禁止离开 而柳如烟则是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腕 尖锐的指甲出入我的皮肉 她愤恨不甘的眼眸 如同野兽没有擎珠猎物 无奈地舔了舔冒血的唇角 她冷声道 你想离婚 可以 但是 孩子你不能带走 我狠狠地甩开了她的手 滚 陆琛 你给我等着 孩子是我柳如烟的 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想离婚 好啊 但是你迟早肯定会来求我的 听着柳如烟在我身后发疯尖叫的声音 我的心底感到一阵无比的舒畅 她现在就疯了 她一个得力者 究竟凭什么冲我不耐烦 要不是我爱她 愿意迁就她 为她付出 她又怎么会到了今时今日 还能对我趾高气昂 我知道 她自小就是天之娇女 而我不一样 不过是个父母双亡的贫困生 这些年来 都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 才创业成功 因为她恐惧怀孕 所以我在她的说服下 尝试以男人的身份怀孕 我以为能得到她的理解与支持 却体会到了无尽的嘲讽和鄙气 在国外的时候 她经常以工作繁忙为由 穿梭在国内外 在我孕兔需要她时 她更是无意之间说出了心底话 幸好不是我怀 不然多遭罪啊 怀个孕你就上天了 多少女性都没你那么矫情 我嫁给你不是伺候你的 要是什么都让我做 我还要你做什么 因为怀孕 我整夜睡不好 变得格外粘人 经常捧着手机给她发信息 她便从一开始的秒回 逐渐变得已读不回 到最后则是把我拉黑 我料你还怀着我的孩子 可你也不能像寄生虫一样 凡事都找我 很烦 也在那个时候 我发现了她和顾北辰 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我趁着她洗澡的时候 看了一眼她的手机 恰好被她发现 她就当着我的面 砸了手机 气愤地大骂我侵犯她的隐私 并且 她还威胁我 你要是不信我 你立刻把孩子给我打掉 你不生 有的人生 我不想我的孩子 出生在这种窒息的家庭 有个像你这样的爸爸 我曾动摇过 先不说男人怀孕的事情 而是 她的态度让我有些难受 可我真的决定要打掉后 她又继续骂我是杀人凶手 如果你把孩子打掉 那你就是罪人 是你害死一条小生命 因此 我不敢去问 我怕是我在怀孕 所以情绪敏感 最后导致夫妻关系破裂 可是 在历经千辛万苦 把孩子生出来后 她抱了下 提酷浊的女儿 就说了句 让我心凉的话 这孩子真宠 一定是你的基因 影响到孩子了 我意识无言 她却像看不见似的 继续说道 要不是有我的DNA 她这样的孩子 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那刻 我已经清晰感觉到了 她已经跟以前那个 和我相爱的女人不一样了 坐月子时 因为伤口刚缝合 我整夜翻来覆去 她本在我的身边陪床 却显得格外不耐烦 还不停地数落我 又不是要死了 你一个大男人 这么点疼都忍不了吗 你一整晚瞎嚷嚷的 还让不让人睡了 我让保姆来伺候你吧 她这些话 给我最大的感觉是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就好像 她只是个出钱的嫖客一样 并且 顾北辰时不时就发来 他们两人的亲密照和视频 在好多个夜晚 我被迷茫 焦虑和不安等等的情绪 所困扰 最后 我还是找到了一个 专业的心理医生 对我进行心理治疗 现在想想 我早就该在那个时候离婚 而不是紧抓着 不存在的爱不肯放 六 回到家里 我把自己收拾了一番 然后 我让保姆去休息 由我自己带着女儿 而这一夜 我抱着女儿 睡得比过去的任何一晚 还要安稳 数日 我早早就去了律师所 征询关于离婚的事情 律师表示 离婚的话 这个好办 但是 女儿的抚养权 我不一定能争取到 因为 在法律层面 一个有经济能力的母亲 是更加容易获得抚养权 我盯着律师 告诉她一个事情 那么 如果怀孕的人 是我呢 那判给我的几率 能大一点吗 律师也不由得有些惊讶 毕竟怀孕 自古是女人的事情 尽管国外有先进技术 但很少有男人 会愿意怀孕 这时 我忍不住向律师 一点点地倾诉我的事情 譬如 孩子是我在国外怀胎十月 辛辛苦苦才生下来的 尽管在国内 是很罕见的先例 但是 我有国外的合法怀孕证明 还有 孩子生下来后 都是我和保姆在带 身为妻子的柳如烟 反而没有尽到责任 而且 我还告诉律师 我可以提供 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饶是如此 律师也没法保证 法官一定会把孩子判给我 我忍不住情绪激动了些 大声地倾诉着内心的委屈 凭什么 难道就因为 我不是母亲的角色吗 可是我的妻子出轨 还对我们的孩子 不闻不问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跟着这样的母亲 律师表示 理解和同情我的处境 会想尽办法 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而这时 我的手机里传来了震动 竟然是我好兄弟 给我发来的疑问 快看啊 这里面怎么说的那么像你啊 好兄弟也知道我怀孕的事情 可他却从不嘲笑我 反而 他觉得我做了一件 很勇敢的事情 于是我点开上面的链接 竟然是一个八卦营销号 里面已经有很多人 猜出了我的身份 还整理出了炸裂的信息 是我死皮赖脸 蹭上附加千金柳如烟 是我私自带球跑 到国外瞒着柳如烟产下孩子 是我父平子贵 成功逼婚柳如烟 是我当小三 毁掉柳如烟和顾北辰的恋情 看到这里 我的额头上青筋抱起 双眼仿佛能喷出火来 而那疯传的视频 虽然打马了 也能看出是我分娩的视频 比起处理和柳如烟的离婚 我必须先解决顾北辰这个贱难 当我孤身去到柳如烟的公司时 顾北辰把我拦在柳如烟办公室的门口 他的表情还是一副 渐渐的欠奏样 说话也同样气人 哟 这不是前姐夫吗 不是说离婚吗 今天就舍不得如烟姐的钱财了 哎呀 那也是 能和如烟姐结婚 你简直三生有幸啊 我就知道你会赖着她 从这三言两语间 我也明白了顾北辰不惜抹黑我的原因 看来 是想让我出境阳相 承受不了各种流言蜚语 自己早点选择离婚吧 可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她 当她看到我身后的警察时 眉眼间透露出几分慌乱 而眼睛在瞄到里面的人影时 又莫名地淡定了几分 呵 你这是想在如烟姐的公司闹事啊 还惊动了警察 柳如烟恰好从门里走出来 她在听到后 下意识变皱眉 陆琛 我以为你说离婚是闹着玩的 现在又闹哪样 公司不是你能随便来的地方 你赶紧滚回去带娃 你浪费警力就算了 你还想让我丢进脸面吗 说完 她转身对警察淡淡开口 我老公有精神病 我不管他怎么跟你们说的 这里不需要报警 然后她让顾北辰把警察们送出去 而我给了警察一个眼神 顾北辰就被这样被手铐靠住了 气 柳如烟顿时就怒了 陆琛 看来是我对你太宽容了 你现在真是无法无天了 与此同时 公关部部长跑着过来 脸色难看的大喊道 刘总 你快看网上柳如烟翻出手机 一眼就看到了我早早发布的澄清视频 我光明正大的用一系列整理好的证据 告诉八卦群众们 关于我的妻子怎么在我的运期出轨 还有我怎么被小三欺辱都说得一清二楚 群众也不是傻 结婚证是在怀孕前就领了的 而且 我和柳如烟这些年相爱的照片和视频 也被我一一保存好 这样的铁证下 幕后黑手顾北辰造谣我的事实 也是铁板钉钉 那些人为了钱可以造谣我 我也可以花钱让他们跟警方自首工人顾北辰 顾北辰这时才知道自己惹错人了 他忙不迭地大喊 声音里夹杂着惊慌失措下的楚楚可怜 如烟姐 救我 我不过是想帮你教训下你老公 我 我也是见不得你受委屈 被他欺负 这家伙 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可对沈如烟来说 仿佛他的说辞 比我正义的说法更让他动容 他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气得快要喷火 还是压抑内心的情绪 用惯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和我谈判 陆琛 你究竟想怎么样 夫妻同一体 你这样做是想毁掉我吗 我差点就把想这个字脱口而出 可我目前是要拿到女儿的抚养权 我要女儿的抚养权 还有和你离婚 我的态度坚决 目光坚毅 没有一丝犹豫回到 柳如烟咬牙切齿 脸色阴沉 有说不出的阴郁在凝聚 顾北辰大抵是害怕 又想着上位 他竟然跪了下来 眼眶擎着抹泪 如烟姐 你一定要救我啊 我也是为你好才惹怒了他 他见柳如烟的目光有些动摇 他继续往人性最阴暗的那面戳去 他不要你 是他的损失 这样的孩子 你要了也不嫌隔硬吗 不就是孩子吗 我也可以给你生的 如烟姐 我可以为你牺牲一切 他真情实意的表白 彻底打动了柳如烟 柳如烟呵呵冷笑 目光闪过一抹力气 他偏头看向我 冷冷回到 陆琛 不就是个孩子吗 你看 有的是人帮我生 我可以离婚 也可以不要女儿 只要你别后悔 我以同样的话语回对他 柳如烟 你也是 希望你知道顾北辰 这个男人的真面目后 也别后悔 我在心底冷笑 也将事先签好名的 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解决完了这事 警方就以双方成功调解 没有抓走顾北辰 惹出祸端被保了下来的顾北辰 就连走路也是带着疯的 他还亲自把我送到楼下 笑得跟个老太监一样 钱姐夫啊 谢谢你了 我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笑得意味深长 我的目的不在于送他进去 我的目的 是要女儿抚养权和离婚 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 这样的女人 谁稀罕 就谁拿去吧 爸 过了没多久 我养好了身体 就带着女儿 飞去国外度假 之前 我不仅在怀着孩子的时候 承受着巨大压力 而且还要照顾柳如烟的情绪和生活 现在才发现 开启属于自己的生活 是那么的畅快 我这么一去就去了好几个月 期间 柳如烟也有给我打过电话 在一个三更半夜里 女儿被手机震动给吵醒了 因为国内的生意 时不时也需要向我汇报 我便习惯性接起 可接起后 那边没有立刻说话 我为了几声 才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 陆琛 你人在哪里 隐约带着点哭腔的嗓音 让我有点梦回年轻时 我直接挂了电话 对于这种没营养的问题 我没必要回答 等再打回来的时候 竟是他欢愉的喘息声 我感到一阵恶心 连夜把他的手机号 设置成黑名单 我心想 他这算什么 见我没搭理他 就存了新的恶心我 可当我回国后 我才知道 他那时遇到麻烦了 通过身边的朋友 和新闻媒体的报道 我也知道他的近况 原来 他自从和我低调离婚 就为顾北辰 置办了不少豪宅 也不知道顾北辰 有什么魔力 引得柳如烟 日夜和他私混在一起 就连不少公司的决策 都交由顾北辰去处理 因此引起不少高层的担心 可偏偏柳如烟的脾气也不好 杀鸡警侯般 辞掉了几个公司的元王 吐死湖背的道理 让其他忠臣都有些心惊 因此私下联手陷害顾北辰 可在这时 柳如烟却向外公部 和顾北辰的喜讯 还声称怀上了顾北辰的孩子 但是 柳如烟的精神状态 看起来不是很好 导致不少人怀疑 是顾北辰下了毒手 然而 苦于没有证据 公司的大权 还是落到了顾北辰的手上 而作为得知顾北辰为人的我 却笑笑当没看见 这日 兄弟们得知我回国 给我办了接风宴 我喝的有点多 转角时 却被抓住了双腿 我低头一看 竟是坐着轮椅的柳如烟 他脸上写满了惊慌 双手控制不住的颤抖 他不肯松开 嘴巴哆嗦着呢喃 陆辰 你要救我 快 恶魔要来了 带我走 求救你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 顾北辰是个恶魔 我不要待在他的身边 他 他逼我怀孩子 拍了我的私密照 还捏住了我的犯罪记录 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夫妻一场 只有你能救我 帮我了 说到最后 他的双颊被一片 湿如的泪水浸湿 与他的胶着不安 和惊慌失措不一样 我很平静 我垂眸 安静地听着 就像一个善于 倾听的陪伴者 作为曾经的枕边人 我当然知晓 他此时的心理状态 可我不打算 事以援手 再看向那个 从黑暗中 匆忙赶过来的男人 我拍了拍他的手 微笑着用力地掰开 然后 我推着他 一点点往前走 而后 在他期盼的目光里 猝不及防地掉了个头 瞧瞧我这方向 前后不分 这是你的新老公吧 九 顾北辰顺利接过轮椅 柳如烟就疯了似的尖叫 不 我不要跟他回去 陆琛 你没有心 你不是人 我好歹也是孩子的妈 你怎么可以把我扔给恶魔 我一字一顿地提醒精神快要崩溃的他 是你自己选择出轨的 柳如烟 我不见你什么 柳如烟恍然大悟实地要爬过来 可是他好像下肢无力 只能一点点地爬过来 顾北辰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没有了昔日的温和 柳如烟苦苦哀求 对不起 陆琛 是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我给你磕头 算我求救你了 你不能把我交给他 你救救我 我受不了了 我会死的 这时 已经有人听到这里的吵闹 甚至有服务员想要报警 可顾北辰却脸眉冷眼 低声警告 谁那么多管闲事要报警 这我妻子 他精神病犯而已 说着 他将手机里的照片给众人看 这幅场景下 柳如烟哭得更的凄厉 他环视周围人一圈 握紧拳头在地上锤打 不 不是这样的 是他逼我和他结婚的 你们别信他 他就一片子 是个疯子 他傅而看向我 卑微地抓住我的裤腿 眼泪像下不完的倾盆大雨 稀稀利利地砸在地面 陆琛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说谎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低头瞧了他一眼 晦涩不明地摇了摇头 尽管心底对他没有怜悯 还是出于那句孩子的妈 多了分动容 我是他的前夫 他这疯病怎么这样 我就不清楚了 我这副态度摆明是要置身事外 而能来这里吃饭 也是非福即贵 好心的服务员也没敢再强出头 顾北辰就抱着挣扎着大哭的柳如烟回到轮椅 可柳如烟疯了一样的锤打顾北辰 还是让顾北辰的脸色沉了几分 他推着柳如烟走了 我也成功降低了顾北辰对我的猜忌 其实我出国前就收到了关于顾北辰的调查 但是我没有选择告诉柳如烟 一他和顾北辰处于热恋期 二他选择了出轨 那我有什么必要自讨没趣吗 所以在回国的时候 我也将一直以来调查出的资料都交给了警察 因为顾北辰的背后是也有犯罪团伙一起合谋 所以抓捕行动一直在部署 果然过了没多久 顾北辰在公司被当场逮捕的消息被疯传 柳如烟被成功解救时 他已经怀有身孕 并且他肚子里的孩子如果留掉的话 他随时也会有危险 我带着女儿去日常检查的时候 恰好看到了疯了尸的他 他拿着一把尖刀抵在自己的脖梗间 眼神是如此的冰冷甚人 他大声地威胁身边的医生和护士们 你们必须把这个孩子给我拿掉 否则我死在你们的面前 医生一脸为难还是耐心解释 刘女士 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我们可以安排手术 但是手术会有危险的 你千万别激动啊 你现在的身体很虚弱 你还是把刀放下吧 我正打算离开这场闹剧 女儿似有所感 她哇哇大哭 柳如烟顿时就把目光望向隐匿在人群后的我们 她突然冲了过来 吓得人群四散开来 我想逃 又怕她误伤伤害女儿 我只能挡了挡 低声警告她 柳如烟 为了个坏人 不值得毁掉你的人生 柳如烟嚎啕大哭 委屈地抽气 我的人生已经被那个贱男人毁了 如果不是她引诱我出轨 我也不会失去你和女儿 说着 她想走上前 被我用手挡了挡 你别碰女儿 你没有资格责怪顾北辰 是你自己选择背叛我们 你该好好承受自己犯下的苦果 我看出了她眼中的悔悟 可已经太迟了 她喃喃自语 那我改 我改还不行了 等我改了 你和女儿 还能原谅我吗 最后 我的不原谅还是没能说出口 柳如烟已经被身后的保安给制服 后来 听朋友们说 她国外的亲戚把她接走了 可走之前 她还是给我留下了封邮件 我想了很多 我发现 我确实做得太错了 对不起 是我没坚守婚姻的忠诚 也对不起孩子 我不怪你不原谅我 换作我是你 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我决定了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想体会你当时怀孕的感受 看完后 我把邮件点击了删除 然而 我还是默默地为那孩子感到悲哀 我不敢想象 孩子出生后的人生是多悲催 只不定在不如意的时候 被柳如烟记恨上 希望柳如烟真的能改过自新 能够善待孩子吧 至于顾北辰 因为犯下了其他罪 背叛无期徒刑 可他做出的一切 并不会消散 最有应得说的就是他吧 全文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